上面上可以看到一群海巡人员站在甲板上 后头一艘大陆渔船紧追不放 大伙才刚站稳脚步 没有想到渔船竟然直接冲撞过来 瞬间溅起长长浪花 绑在船边的小快艇 整个腾空弹跳 歪斜在一旁 差一点就要落海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当时大陆渔船的船头45度转向 朝着海巡署的船舰侧边猛震 栏杆直接凹折 惊险画面全都录下 事发在15号早上 这一艘基隆船舰行驶在北部外海时 遭到大陆的铁壳渔船冲撞 造成船身多处回损 伤痕累累 维修费用恐怕得花不少钱 而这一艘大陆渔船 疑似非法越界 拒捕还恶意冲撞 还好当时船上的海巡人员 没人受伤